有一种行业 有一种职责 就叫做无师的奉献 只要你能够学会 这个真正的诀窍 真正的方法 相信你在人间 在这个地球 在这个娑婆世界 会活得更加的灿烂 知道您是谁 你为何而来 在人间 您所扮演的最重要的角色 这是一个多么殊荣 殊胜的世界 我们懂得呢 世间都是一个 如同梦中梦 换上一场 唯一你要深入 深入呢 这个量子力学当中 其实你透过 从佛法深入 从旁透过医学 心理学 哲学 这些科学 就能够更深入了 当然我们希望透过 平常呢 在30%的物质世界里面 阳光空气水 环境荷蒙 以及我们的 环境荷蒙 就是我们的 所居住的环境周边 也是能够在一个 当然这个学习上 一定要有睡眠 运动 饮食 再来呢 所谓的这个 读 读这个 深入的 佛法 佛法 从这个 白经式 白经法 白经 这是从华言经 入手的了 那所以我们 平常的运动 我们透过 折叠 瑜伽 拜佛的方式 在 折叠 拜佛 你会 感受到我们 身心自然的 这个畅通 这些 再配合 其实他正确的观念 那这些观念 就是要深入了 因为 透过佛法 里面 他是究竟的 我们越深入之后 我们就可以了解到 其实各大宗教 所要谈及的 就是缺乏 这一块而已 那这一块 一定要从人来做 所以人的念头 不可失忆 人的意识 不可失忆 所以我们会从 阿拉耶诗里面 阿拉耶诗里面 所以佛 在白法 命门论 在阿拉耶诗里面 更深入的 其实他就是要让我们 如何重复简单 那当然他推荐了一个 在这个世代 不可失忆 所以应用到的 也如何了解到 你念佛 就是无量光 无量寿 觉知觉醒 光 佛就是代表 他就是觉知觉醒 他就是光 他就是 说实识 那十块 其实就是 在立志里面当中 所存在的 大能量 所以他是一种 亲近的大爱也好 或慈悲 其实都是一个文字的 诠释 名相的诠释 最重要就是要让我们 人类的大脑疲齿 因为他颇风 颇骨的关系 我们如何让他能够 专注的时间越长 相对的 您的 清静 就会越宽广了 所以我们会透过 在70% 这个 精神面根 30%的物质 中间的 讯息 信息 就是我们 透过佛法 所以了解之后 您会知道 这个行业 太不可思 也叫做 无私的奉献 重点来到人间 就是来 唤醒 唤醒 人人都能够 找回真自己了 真 使得知己 就是我们自己 要从深入了解 所以佛法呢 您走过之后呢 就像一个 仕途劳马者 他已经知道 我们怎么回家 或者呢 能够真的健康 自在 生存 生命的条件 都是如此的殊胜 真的核心价值 是如此的殊荣 那我们结束之后 又能够来去 自如 预至时日 回到西方极乐 世界心理的故乡 其实西方 其实代表就是 像我们日落一样 因为它是一个单行道 日出日落 其实都是一个单行道 只要我们懂得 这是一个真正的循环 所以我们要透过善的循环 善的循环 所以呢 学习佛法 越深入你才会知道说 这个区块 几乎是所有的 从早期的 西方三圣的 苏格拉底 柏拉图 亚里士多的 甚至我们的这个 孔子老子 这个叫做梦子 老庄哲学也好 或者日辱学 再后来你深入 从这个科学的希腊 到佛法 印度融合 你才了解到 那真正的佛 那不可适应 所以我们常常呢 只能用 报答佛恩 食恩 父母恩 众神恩 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文质的波缘 就是要让我们随时随地 保持这一份清静的心 念一句阿弥陀佛 因为他已经在宇宙里面 所存在了 因为在悲华经里面 告诉我们的 这位阿弥陀佛 他叫法杖比丘 是出家后的名字 以前是一个国王 所以我们深入了解到 为了他的指名 就像我们现在 饱受这些恐慌 害怕的战争 续境病毒 其实越明白的话 我们就越能够呢 活在每个当下 专注 透过呢 如此简单 就可以让我们活得 自有自在了 所以您 记得 您本具足了 所以具足什么 我本健康 我本喜乐 我本圆满 我回到这身真主人 当然这是从六主 谈经当中的 和其自信 本具足 本动摇 本不生命 圆满记住了 期盼您 就能够深入 回到我们自身 向大海 散散热水的智慧 感恩 阿弥陀佛